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多謝大家對我上兩段有關鏡中鏡的喜愛 得到網友的欣賞及喜愛,我相信是影片創作者最感到滿足的一件事 在這裏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相信1月1日晚上,身為姜濤粉絲的朋友一定會開心到睡不著 因為姜濤在頒獎禮上是纖聯我最喜愛的男歌手以及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 他領獎時更加在台上說 我很有信心說,我們這個地方一定會是亞洲第一 多麼豪情壯語,多麼自信的姜濤是特別令人喜愛 不過,一些有心人一定會將這句說話扭曲成為 我很有信心,我一定會是亞洲第一 坦白說,面對非理性的攻擊大可以置之不利 因為你是永遠無法叫醒,假裝睡的人,對不對? 之後姜濤就在Facebook上上載兩個戚冊掌作的照片 並且寫下了一段文字 蓋探在這一年,對他來說既漫長又短暫 姜濤就說,漫長是因為經歷了很多悲歡離合 而短暫,即是自己還未來得及,逐一改善自己很多的缺點 以及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事還沒有時間好好完成 但無論如何,我非常感恩,感謝支持和陪伴我走過這一年的每一位 包括所有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合作單位,MIRROR兄弟,以及姜濤門 之後還有的,有興趣你上去Facebook看吧 那麼姜濤呢,還特別感謝為他寫這個Masterclass和鏡中鏡兩首歌曲的湯令山 姜濤就說,令我可以在頒獎禮上口出狂言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見到你 很欣賞你的才華,希望可以繼續合作,發掘廣東歌更多的可能性 我會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對得著歌手這個身份和所獲得的所有榮譽 究竟是什麼將姜濤和湯令山扯在一起呢? 他們的相同之處又是什麼呢? 希望藉著這段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姜濤和湯令山都是年輕有為 姜濤由《全民造星》開始,短短兩三年之間就在樂壇上造成很巨大的龍捲風 不單只捲起了一直沉寂了無生氣的香港樂壇 更加令到很多根本沒有留意香港樂壇的海外華人 重新將他們的視線放回香港的樂壇上 同時姜濤也都帶動了在音樂領域以外的周邊活動 比如廣告業、零售業等等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令到香港的市民可以寄情追星,心有所託 年僅22歲的姜濤就有這麼巨大的成就實在是非常之厲害 而湯令山年僅21歲就在香港的樂壇上打造出別樹一屆的曲風 以獨特的音樂風格征服樂迷 2018年已經推出了歌曲 是一位很出色的唱作人 獨特的唱歌聲線叫人印象難忘 2021年也都為姜濤寫下Masterclass和鏡中鏡兩首歌曲 不是大陸的情歌,卻是創新而富有藝術感之作 剛剛過去的聖誕 我也是他創作的超浪漫、超溫馨的歌聲裡面去度過 一位22歲,而另一位就21歲 不單是一表人才,兩位更加是年輕有為 但如果你認為年輕就是聚的話 可能你要重新聽多一次Masterclass了 因為他們已經在作品之中對你說話了 第二,姜濤和湯令山都是追求心裡的藝術 而不是藝術裡的自己 如果希望在香港樂壇的極速級立粉絲 其實很簡單,只要投觀眾所好就可以了 哪首歌曲受歡迎 之後就跟隨著那首歌的音樂風格或主題 大量重複製作 哪首歌曲受到觀眾喜愛 就在年中大小表演場合演唱那個歌曲 自己不需要太過費力去預備 而觀眾又喜歡,何樂而不為呢 就正如我兩日前 我見到一位天王級的歌手 在跨年的表演之中 他跳唱著很多年前的作品 好不好看呢?絕對好看 觀眾喜歡不喜歡呢?一定是喜歡的 至少大家對歌詞是耳熟能長 一起手舞足度,氣氛多好呢?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湯令山要創作別樹一次的音樂 例如Masterclass或者鏡中鏡呢? 而姜濤又要冒險 對這位年初時不是太著名的創作人 投以信心一票呢? 因為他們的共通點 就是大家想在舞台上呈現的 是彼此心裏面所追求的藝術 而不是舞台上面 有多麼高大英俊的姜濤 也不是在音樂之中 多麼大怒從眾的湯令山 簡單來說,並不是在舞台上的自己 第三,姜濤和湯令山遇到人生的白樂 同時也有感恩之心 他們的成功首先一定要歸功於他們的白樂 在開始的時候給他們機會去嘗試 在過程之中給他們空間發揮 譬如姜濤有金廣誠、魯廷輝、花姐黃衛君 給他充分的創作空間 他實現他天馬行空的想法 去做一些他喜歡的音樂 而湯令山,他沒有英俊的外貌 沒有高大的身形 不是一般樂壇上所有的偶像類型 但就很幸運地遇到華立唱片的高層 得到他們的賞識 賞識他的音樂才華 之前的boyfriend Mckirios Honest Speed Limit 每一首都不是大陸廣東話情歌 但已經成功找到不少識貨的樂迷 而年尾和MC張天賦一個串銷哥哥的演出 更加進展湯令山的歌唱能力 再加上,湯令山的超浪漫超溫馨 更加成功打入了香港樂迷的心 開始注意這位音樂人 今時今日 姜濤和湯令山 肯定在香港的樂壇之中 已經有不少支持者 但他們是沒有因爲自己的成就而變得不可一世 目空一切 他們有的 仍然是謙虛而自省 對反對者是沒有惡意相待 反而是處處希望得到反對者的明白以及理解 而面對支持者 除了表達感謝和感恩之外 是沒有刻意討好粉絲 打造千篇一律的歌曲 而是不停挑戰自己 不停努力為香港的樂壇注入新元素、新動力 就是這種謙虛和感恩的心 令到他們可以繼續創作 繼續前進 繼續得到支持者的喜愛 2022年 期待他們有更多精彩的作品 香港的樂壇實在充滿希望 香港樂壇,加油 香港人,新的一年 平安,幸福 今次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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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